台東熱氣球加年華開跑啦 趕快把影片收藏起來 台東關山四旁行程大公開 第一站先來吃 紅川客家菜館的無菜單料理 粒粒分明的關山米 配上超小飯的梅乾口漏 兩瓣龍鬚菜配上多種水果 開胃爽口 老菜脯雞湯一碗接著一碗喝 Check-in民宿 入住的是茶田關舍的餓館 房間一開門就是金黃稻田 配上山頸設計簡約有質感 這下午茶會不會太誇張 都是老闆娘親手做的 晚餐來吃 總在生活必點限量的關東煮 湯頭是用柴燒熬煮多種蔬果製成 配上餡菜野菜 雞龍直送的魚漿們 綜合雜串 每樣不同口感有鮮有甜 溏心蛋飯是我台東朋友大力推薦 就是衝著這家民宿的早餐來 全手做營養又健康 這一大盤完全製好我的起床器 份量超大吃超飽 離開台東前一定要來買 火生之餅兔的吐司 當作伴手禮 滿滿都是餡 招牌紅豆口味 綿密香甜 一定要先打電話訂 不然就會被鄰居買光囉 想知道更多台東關山旅遊攻略 請Google搜尋RG特派員 我是龍龍 我們下次見